各位民主中华传媒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家军 家军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南海核潜自爆 北京鼠疫流行 不过后面我们加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要加问号呢 说无论是南海的核潜艇是自爆 还是他爆 还是其他的这个什么爆炸 以及北京的鼠疫流行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都要等中共官媒出来辟谣 当然一旦中共官媒出来辟谣 那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就像那个什么2003年 这个发生在中国的SARS一样 一开始不承认掩盖 就像那部电影一样叫什么 叫掩埋 后来呢怎么遮也遮不住了 结果呢终于承认 已经呢 酿成了这个极大的灾难了 那么好 下面我们呢就分别来看一看这个 关于南海核潜艇自爆 和北京鼠疫流行的这个相关的报道 那我们看到 11月21号 这个How Turner 广播节目他们的这个声称 说中国呢 一艘核潜艇在南中国海发生爆炸 就是这个中国的那个南海 说中国呢 一艘核潜艇在南中国海发生爆炸 正赶了被三个国家记录下来 那么爆炸呢 发生在距离海平面50米的深处 应该说呢不算深 爆炸弹量呢 大约相当于10万到20万吨的TNT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那么至于事件的具体细节 目前呢还不清楚 仍然呢没有官方的信息来予以确认 不过呢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中共官媒 发了一个微博 微博的题目是这样的 说南部战区警告美国变花样 当心发生不测 那我们看一看那个央视的微博 他具体的内容是怎么说的 他说11月20号21号 美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岛礁 附近海域西沙群岛领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 全程跟踪监视 查证识别 并予以警告驱离 南部战区发言人李华敏大笑表示 近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 频繁派舰队到南海地区 支扰声势 我们敦促其停止此类 挑衅冒险行径 以免发生不测事件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无论美方舰队变什么花样耍什么轨迹 中国军队都有决心 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这是这个中共央视发的一个微博 那同时呢我们又看到这个 有推特网友这样提到 说中共与美国在南海正式较量 说来自于CRA的这个消息人士 这样说 近日美军军舰在南海自由航行 中共潜艇以咄咄逼人的危险方式挑衅 打破国际军事对峙默认规则 美国军舰舰长先发制人 释放水下电子脉冲 诱报AI智能机器人 意外引爆中共潜艇 那么大约呢 这个核潜艇的爆炸 那么这个爆炸的大量呢 大约相当于这个20万吨的这个TNT 那么至于这个具体的南海核潜艇 到底是自爆还是他爆 还是其他的情形 我们呢要等待这个中共官方 进一步释放消息 如果中共官方出来辟谣 说南海核潜艇没有问题 根本就没有爆炸 也没有自爆 也没有被这个美舰引爆 那基本上我们就判定 南海核潜艇已经是出问题了 他除非不出来辟谣 一辟谣就成真的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大家还记得这个当年 飞行员王伟 给美国这个飞机的这个撞击事件 结果呢一撞 王伟和战斗机怎么样 双方都消失了 到今天呢 我们没有这个见到人 那么至于南海撞击事件 当时的真相如何 现在呢我们仍然不清楚 所以说一旦中共出来辟谣 大概呢这个事情就是真的了 那么关于这个北京 闹鼠疫 爆发鼠疫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呢 自由亚洲电台最新的一个报道 它的题目呢 叫中国闹鼠疫 医院挤满人 说北京市政府上周二 也就是说 11月12号晚上证实 两名来自内蒙古的患者 经过专家确诊 患上了肺鼠疫 那么内蒙古上周六 也就是 11月16日 再确诊 一中 现鼠疫的病例 那么周四呢 北京宣布 解除 两名鼠疫 密切接触者 隔离医学观察 有网民拍得这个大陆的医院 检查鼠疫的情况 只见呢 整间医院都是人 这又让我们不免想起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 2003年 这个在中国内地爆发的 这个什么 SARS 一开始呢 也是不承认 后来实在是这个 遮盖不住了 只好承认 并且呢 也不得不进行专门的 这个隔离观察 隔离治疗 我们又看到那个 网友在推特上 发布的这个信息 说这个黑死病 现北京 组织医师 发生 被光束删除 这个报道说呢 这个黑死病 这个鼠疫 它可以经过空气传染 潜伏期呢 一般的是一到九天 说这次缺诊的 这个肺鼠疫 更为可怕 是通过 飞沫传染 因此呢 在这个人群中 它传播的这个速度 和风险 更大 那么甚至说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 现在呢 都没有办法 提防 这个叫 肺鼠疫的传染 那么我们前几天就看到 这个社交媒体上 有人透露呢 朋友圈都在讨论 这个肺鼠疫 黑死病 甚至呢 有传言 声称呢 北京鼠疫已经很厉害了 才不得不公开 广西呢 已经有四万多人 四万多人传染 三百多人呢 因此而死去 但是呢 目前 微博上 能够搜索到的 基本上 都是这个 官方账号 发布的信息 我们呢 还没有办法 确认 中国内地 包括这个 北京在内 这个鼠疫 这个黑死病 它发生的情况 到底如何 有网友甚至这样说 包括什么 猪疫 鼠疫 这个人疫 那么每一个瘟疫 怎么样 都在 作收 中共 当然 我们绝对 不期望 北京 包括中国内地的任何一个地方 爆发鼠疫 那么 给人民的这个生命 带来极大的威胁 我们也不期望 这个中国南海 核潜艇爆炸 一旦爆炸了 就会有这个 长期的核辐射 我们看到这个 有关报道说 如果 真的是 南海核潜艇爆炸了 那么这个核辐射呢 将会影响 南海的这个 鱼业生产 达 一千年 一千年的这个鱼 都不能吃 还有呢 这个核辐射 它呢 离香港比较近 可能呢 会对这个 香港人民的这个 生命造成了 比较大的危险 我们不期望 出现这种事情 但是 一旦 中共出来 辟谣了 无论是南海 核潜艇爆炸 还是这个 北京鼠疫爆发 那我们呢 就一定要 多多的 小心 多多的 留心 看一看到底 该怎么办 才能够 避免 这些这个 祸患 我们说 所有的祸患 都是由 中共 引起的 中共 不除 我们中国人民 就别想有一天 能够过上好日子 我们 民主中华传媒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盼望 要在中国实现民主 尤其是实现自由民主 就不可能成功 最后呢 演示一下 我们的首饰鱼 天下 导共 恢复中华 携手 并进 光明 前程 好 各位网友 感谢 您的观看 感恩 您的转推 欢迎您 不离辞教 欢迎您 成为我们的 YouTube会友 各位好友 再见 拜拜